莫知要扶持 劉莫知要扶持 穿起 不要放鬆 手上 不要扶持 不要扶持 好嗎 走 一 一 一 三 三 五 轟 好 這是一場 女子的五十八公斤級的超級戰 红方选手这个中国最美搏击女郎 一出场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对 女侠 一身女侠的这个打扮 对 杨阳来自 K搏击 他是在武林峰的首战 两方选手是来自丹麦的 丽佩德森 两位在年龄上就有很大的差距 对 我看了一下资料 两位相差十岁 身高上也有差距 对 我觉得身高上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这个臂展的差距好像有一些距离 杨阳 红方选手杨阳的臂展是167 蓝方选手丽佩德森的臂展是156 这个红方选手杨阳我们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98年出生的一位女孩 他从小就在登峰 身受武术搏击的训燃 因为我们知道河南的登峰是武术之乡 是 武术之乡 对 走出来了很多这种剑儿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出场会是这样的一种装扮吗 因为他从小 是有一个女侠的梦 对 从小就属于那种 今天终于圆了这个梦 一个狭义现场的那样的人 很帅 出场很帅 看今天的这个比赛能不能 完美的这个收场 嗯 对 sok ней 一些動作 你來了然後我再 你進來了以後我再打 並不是特別主動 也不是特別積極 你看看是不是 想用這種戰術 先把對方的動作 引出來然後再進一反擊 好的 好 現在楊楊 這個開始喊起來了 過去也給自己加點油 擺拳 又是先擺拳 好 還有十秒 好 十秒 結束 現在時間到 這整個 多爾可 能作為女子選手來講 觀眾朋友們覺得 哎呀 前面男子選手太好看了 輸出的密度 擊打的效果是激烈的程度 但是我覺得 作為女子選手 能夠登上武林峰的擂台 就非常的了不起了 哇 你這說話就不得罪人 對 我倒真的覺得 兩位的第一局給我的感覺 就是那種不提勁啊 對 就是差那麼一點 感覺 好像還沒找到感覺 就好像天氣比較涼 然後我們沒有找到感覺一樣 對 希望大家通過 希望他們兩個人 通過第一回合的這種試探 或者說熱身也好 然後第二回合 能夠有不一樣的表現吧 對 第兩回合 結束 今天的这个女侠杨阳好像进入状态稍微有一些慢 我们看她的资料也是2014年河南省闪打几标赛的56公斤级的这个冠军 对 其实这一场比赛她杨阳的备战还是挺充分的 因为这是她毕竟她在武林峰的首战嘛 所以她也想 也想有好的表现 对来开启自己在武林峰的一个的职业的生涯 我们刚刚也在讲这次在珠海战的比赛的一个亮点 就是有专门有一个KO的奖 对 到现在呢这个奖金还没有被拿走 没有花落谁家吧 对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着 也很期待 谁能够拿到这个一万元的KO奖 对 我想想还是要变被动为主动 现在还是稍微有一些被动 总扫 倒是对方打得比较积极的主动 对 一直在向前 这个给我的感觉可能也是洋洋离开擂台离开比赛可能时间太久了 他的资料上显示只是2014年拿过这样的一个冠军 之后的这几年好像比赛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种比赛的感觉还是稍微欠缺了一些 对 一个接腿 还是用前刺拳 还是用前刺拳去刺一刺 好的一个变现踢 这场比赛让我看得其实我也很着急 就是感觉洋洋这个身上有一些软 做动作不是那么的果断坚决 对 好 还有10秒 好 一个转身被动的一个逃跑 很被动了 好 这样就结束 我觉得洋洋还是没有找到进攻的这种感觉 对 还是好像是浑身在发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身体没有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吗 不过来 还是别紧 我会这样做 不是 还是不明白 不一定 你可能还能有力命 不是 我可以 走 好 我跟我 你可以 睡个月 未经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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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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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第三回合 看看杨阳在这一回合 能不能找到进攻的感觉 如果对自己矮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我觉得稍微要把这个重心稍微加下来 大 因为重心太高的话 对于出动作的这种并不是很有力 对 好的 后支拳 后白拳 对方撑的确实太凶了 对 可能不给杨阳这种发挥的 中眼距离的这样的机会 前白拳打空了 这个前白拳动作也太大了 车串 增加移动 两个人纠缠到了一起 车串 这个动作好像不应该 对 对 这是好像故意的 这一台班会有提示的 对 你可以看出杨阳这个闪倒的这个功底 他喜欢这个侧踹腿 其实这个侧踹腿在你用的不顺 不特别顺的时候 你用的话是特别消耗体能的 对 比如说我也是比较喜欢用侧踹腿的 嗯 走 说出来 要推开 能看得出来杨阳现在腿有些发转 体能消耗 转身扣边拳 但是这一拳空了 太慢了 对方现在越打越勇 对 准备腿 可以 稍微有些被动了 好赶快翘走 主动一些 主动一些 主动出动作 主动出动作 刚才这个高高队特别漂亮 其实还可以做 在对方进攻那一瞬间 确实我感觉杨阳这个体能的储备确实有问题 大喊了一声给自己加点油鼓鼓劲 体能储备有问题了 现在稍微的搂抱有一些被动 这个被动的搂抱 似乎给裁判一种拖延时间 这是给了一次提示 坚持 腿发软了 应该是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再冲一下 收十秒 周思璇 上 这个比赛打得太累了 我觉得 是 能够看得出来杨阳确实力不从心 因为确实是可能第一个是输于比赛太久了 对 然后没有这种比赛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训练当中对于体能的储备 可能还稍微欠缺一些 能够感觉到在第二回合第三回合 腿有一些发软 打动作也不是特别的坚决 对 来吧 我们看一看最终的一个判法 对 对 对 这是 对 对 对 然后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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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8比29 二号裁判 28比29 三号裁判 28比29 比赛结果 来 放射